再来我们看一种仪器叫做回旋加速器 叫Sycrotron Sycrotron的结构就是 它当中这里是一个盒子 圆形的盒子空心的 我们把它切成一半 那么这个跟这边都切出来 切到一个什么地方呢 交流就是交变的电场 就这个跟这边的电场 一下子这边正这边负 一下子这边负这边正 它的变化很快 很快 一秒钟可以洗百万次都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区域 加上磁场 均匀的磁场 是跟这个圆盘跟这个圆盒子垂直 然后我们从这个当中的地方啊 就放出一个正离子 它这个东西不能加速电子 因为电子很快的它的速度啊 就达到一个相对论的范围啊 让它的质量会改变 通常我们是 比如说加速直子 直子从这里放出来以后呢 它有一个速度朝这边 放出来以后 比如说在这里 正好是这边正这边负 就是这边正这边负 于是这个正负电荷就把质子推到这边来 它就以某一个速度 因为它这里加速过来啊 进入到这边 因为这里有磁场 所以它的速度啊 QV cross B 就让它做一个圆形的轨道 从这里到这边来 然后从这里出去的时候啊 出去的时候就加速了 因为这里是正 正好碰到这边是正 这边是负 又加速一次 加速一次到了这里以后呢 出来的速度就更大了 所以它在这个磁场里面运动啊 这个半径就越大 所以每一次到这个空隙的地方都加速一次 它的半径变大 再加速一次半径变大 一直变大变大变大 变大在最大的这个地方 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窗口 让这个加速的直子从这边跑出来 这个加速的直子呢 我们就可以用来做一些碰撞的用途 就是我们在上学期不是讲过碰撞问题吗 那么高能量的带电体 它从这里出来 它碰撞到某一种的原子核以后啊 可能会使这个原子核分裂 这就是回旋加速器 那么它这个半径 这个半径就是最大的 因为它走圆形的轨道 所以半径是等于MV over QB 这个Maximum Radius 就是等于它的速度 就是Maximum Velocity 那么有了最大的速度 那么从这里出来的这个离子啊 它就有最大的动能 最大的动能就是二分之一MV Maximum平方 我们把这个其他层过来 就变成这个样子的 所以从这个窗口里头射出来的这个离子最大的动能 就等于这个量 OK 你看它是跟什么成比例呢 跟半径的平方程正比 跟磁场的大小平方程正比 那么所以说做这个仪器啊 那你说这个最大能量 就是你半径越大越好 对不对 半径越大 它的动能就越大 但是你半径越大的话呢 它这个范围越大 那你所要的磁场 范围就越大 这要花钱的 然后还有磁场越强 这动能也越大 范围越强 也是要花钱的 你要花好多这个电力 对不对 所以它会受这种限制 好 现在我们看 典型的一个回旋加速器 它的磁场是两个Tesla 半径呢 就是半公尺 并不是很大 半公尺 那么它的Q over M的笔值 就是等于 等于这个 OK 这是用刀盒 这是我们比如说 加速刀盒的话 刀盒的话 它是两个 刀盒 它也有两个 它原子盒里面只有两个 就是说一个十字 一个中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质量 就是两倍的AMU 两个AMU 它的笔值是这个 我们笔值算出来以后 我们就用来刷这个 Maximum Kinetic Energy 这个可以带到这里来 B掌带到这里来 R maximum带到这里来 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动能 最大动能 就最后从这么大的半径 这窗口里头跑出来 这个半径这么远的窗口跑出来的话 它的增量是23.75个MEV 百万电子伏特 好 现在我们再看 在任意半径的时候 那么半径跟速度是这个关系 是我们上一堂讲过的 然后V呢 就是切线速度 它跟它回转的时候的角速度 V要在R omega 然后这个R跟这个R约掉 我们就得它的Omega 所以这个回旋加速器里头的质值 在加速的时候 不管它的轨道走到哪一层 它的角速度都是这么大 角速度保持一定 但是它切线速度会改变 你半径越大的话 切线速度就越大 但是它的角速度呢 保持一定 就因为它有这个特性 角速度 Omega等于这个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Omega 跟我们说那个圆核子分成两半 每一半都好像一个英文字母D一样 D两端会有 我们刚刚讲过会有交变的电场 那交变的电场呢 它也有频率啊 如果它的角频率 Omega prime跟这个Omega一样的话呢 那这个就可以让这个离子啊 不断的加速 就是说 它跑到某一个边缘的时候 正好是正 另外一边是负 所以加速过去 要跑到另外一边的边缘的时候 也是一样 所以不断的加速 就是Omega跟Omega prime相等 于是会使得它产生 每一个cycle 每一个cycle都加速两次 那么它的frequency是2pi over Omega 也就是2pi over 2pi乘上m over bq Omega用这个带 这就是它的这个 回旋的这个离子 它的频率是这么大 那么我们现在看 我们说因为它这个Omega 跟它的半径无关 所以它保持一个定值 对不对 所以让它的frequency 也是一个定值 那这个frequency 就可以跟那个交变电场的frequency 让它们有某一种正比的关系 于是就能够不断的加速 但是它天生有一个缺点 天生有一个缺点 缺点就是说 当这个架速的离子 它的速度越来越大的时候 根据相对论 这个离子的质量会越来越大 因为你这个越来越大 接近光速 比如说它等于光速的时候 这就是1了 1减1就变成无限大 所以当这个速度接近v的时候 这个分母很小 于是使得分数很大 那就是说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 就质量变成越来越大 质量越来越大 那Omega就变小了 本来Omega是跟Omega prime 跟交变电场的Omega相等 那现在这两个不相等了 这个越来越小 那怎么办呢 那就不能加速了 因为两个频率不一样 不能产生共振作用 这是相对论里头的 那这个v就是相对的速度 这是光速 m0就是m 在速度为0的时候 它的质量 这个速度是对一个观察者来说的 所以这个回旋加速器 只能用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加速的这个速度 不会太大 不至于影响到它的质量 这才可以 但是一旦加速到这个速度 大到可以影响这个质量的时候 就不能用了 就不能用 好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开始想办法 来改良它 改良的 有两种改良的方法 一个改良的方法 就是说 当这个 随着v增大 而增大的时候 那么 那么 你看这个速度 m随速度增大 omega就变小了 对不对 变小了 但 omegaと omega prime 就不再同步了 这个时候 离子就不能进一步加速 我们改良的方法 我们改良的方法就是说 你看这个 速度越来越大 这个越来越大 这个越来越小 速度越来越大是怎么样 它的半径越来越大的时候 速度越来越大 所以半径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个 omega就变得越来越小 那我们有一种改良的方法 就是说 当你这个朝外面跑的时候 omega要变小了 那我把这个omega prime 也让它 跟omega同步的变小 就让它始终相当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还是可以加速 那这种加速器呢 我们称它叫做回旋加速器 synchrotron synchrotron 另外有一种方法 就是说 你看这个 速度越来越大 质量越来越大 这个磁的这个越来越小 如果你这个都是常数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说 你速度越来越大 质量越来越大 我让这个磁场 也越来越大 磁场跟它 同步增加 始终保持一定值 那么 那omega ch跟omega prime 这omega就不改变就对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两个omega omega prime就永远等于一个定值 就会产生一个 加速作用 那么这种改变法 我们称它叫做同步加速器 synchrotron 这个方法就是磁场 随着m改变 那么这个时候 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它这个时候 指点 不是做回旋的半径 它可以在一个固定半径上面 只要这个b场 随着m的增加 它可以在一个固定的半径上面运动 所以这种加速器它的离子的轨迹是一个固定的一个 一个圆形的轨迹 好现在我们就用以上我们所学的来举一个例子 一个lithin的离子 它带有一个基本电荷 就是说lithin这个原子 它的电子被打掉一个 它变成一个带一个正基本电荷的离子 质量呢 是这么多公斤 经过500伏特电压的加速以后 垂直进入这么大的磁场 问离子路径的半径是怎么样 像这个题目啊 你就得要把我前面所讲的东西都了解 你才看得懂啊 要不然你看不懂 这个电压是做什么 加速 也就是说你这个离子 经过这个电压加速以后 它就有500个EV的动能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数字重写一遍 M怎么这么多公斤 V是500个伏特 B压是0.4个Tesla Weber per meter square 就是Tesla Weber per meter square 这个 这个是磁通的这个 单位面积有多少磁通 这叫磁通密度 磁通密度就是磁场 我们等等会介绍 OK 这么多Tesla 电子的动能 二分之mV平方 我们要化成呢 EV 它有多少个EV E就是它进来一个基本电荷 V就是500伏特了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头算出它的速度是等于 这EK就是EV 500EV 两倍 甚至500EV 但是我们算的时候一定要用什么 用胶耳来算 一个EV 它是等于一个库仑 每库仑多少 1.6成10的-19之半的胶耳 我们在电位那张介绍过 对不对 质量在这里 除出来速度就是这么大 速度这么大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速度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得到半句是这个 其实在算这个式子 我们应该先从这里做手 你不是要算半径吗 半径是这个 那现在 我们从问题来看 半径 就是说带电子点在 在这个均匀磁场里面 运动的时候 它的半径是等于这个 现在质量知道了 Q知道了 B知道了 对不对 Q也知道 B也知道 M也知道 V不知道 V呢 我们就可以告诉 它告诉我们500伏特 500伏特的加速 那就是 那就是相当于它的动能 动能 动能就是这么大 从这里就可以求出它的速度 速度求出来以后 再带到这个里头去 所以我们一般做题目 你 你要懂得就是说 从这个地方来着想 然后需要V 我们再求V V求出来以后 再带进去 OK 这是立题了 立题的话 做立题的人 当然都懂这个东西 他知道 将来这里需要V 就先求这个 但是你 你做题目怎么知道 要先求这个呢 当然我们要从这边 开始思考 第二个例子 有100个EV能量的电子 垂直进入100个 Microteser的地球磁场 问电子回转频率是多少 电子回转的半径是多少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从这个 比如说回转半径 这是我们最熟的 这个式子 然后V等于Rω Omega就跟F有关系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频率 就求出来 频率是QB over 2πm Q有了 电子吧 Q知道 1.6乘10的 负19之方 普论 这是大小 B厂呢 是100 micro 负6之方 Tesla Q Q 我这里 2π 2π M M就是电子的质量 9.1乘10的负 是31 这怎么写的21 31次方个公斤 这31次方公斤 这写错了 等于 算错了 等于这么大 然后动能呢 这是频率之症 对不对 要求回转半径 回转半径 那么我们看 它的动能 它是 因为我们要用半径的时候 要用这个东西 用这个东西 用这个式子 质量这个都有了 唯独V不晓得 我们还是跟三次一样 2分之MV平方 它就是等于它的动能 就是100个EV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式子也是常用的一种方法 常用的 就是说MV等于根号2M1K 你看 我们这里 两边都乘M 然后呢 二乘过来 然后两边开笔吗 就是这个式子 回转半径 就等于MV overQB 它现在不需要 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式子方法 就是你不需要 再带这个M进去了 M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直接带这个 你还要约分了等等 直接带进去 M的M1K 被这个储物算出来 就是0.337个meter 那么它的回转半径 转半径就是这样子 OK 我们再看第三个例题 一个直子在回旋加速器里面 每绕一周就可以获得100个keV的动能 每绕一圈 每绕一圈可以获得这个 磁场是1.2个Tesla 假设直子的初速为0 求第100周轨道的半径 求直子的回旋频率 若这个直子改成为这个亥离子 那么它的回旋半径是若干 那我们就把这个直子的质量写出来 那我们就把这个直子的质量写出来 氦离子的质量是这个的三倍啊 是三倍 OK 首先我们就看半径 半径 不是 先看 半径 好 半径的话呢 当然我现在这里 这个地方跟我们思考的不一样 我们先算它的动能 等等我们再回头来看 动能是100 100周嘛 每一周增加这么多嘛 所以100周就是 有10的7之方个EV 半径是这个 半径是这个 然后我们刚刚不是九出了MV 等于根号2M1K吗 对不对 这个你常做题目都会记得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2乘上M 乘上EK EKEV要化成 修耳 这个是 电量 这个磁场 算出了0.38个M 如果是 我们现在要算 回旋频率 回旋频率 我们刚刚也算过 它是等于这个 像这只东西 我们算过了 你都要稍微记一下 要不然你就 你就把这个 V变成R Omega 然后Omega就等于2πf 就可以导出这个式子 然后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就得1.8 所以就觉得7之方hertz 如果是氦离子的话 它就是这个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这个是它的三倍 那就是三分之一的频率 它的频率是这个的三分之一 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个叫做Hore效应 Hore effect Hore effect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导体 铜片或者是铁片 我们把它切割成这样子的一个 有规则的形状 然后我们这边加磁场 磁场跟这个面垂直 同时在这边通电流 通电流 结果我们就会发现 在这个上面的电位 要比这个下底的电位 要来得低 就是这里会有一个电压 这个电压就叫做霍尔电压 好 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 我们现在就看一看 它的原理 我们假设B 我们画这XYZ轴 B等于BY OK 那么假定 我们知道一般的铜银金 这些一般的导体 它都是电子在那里做载体 电子在负电的电子在跑 所以它里头的电子可以运动 电子可以运动 那么当我们这个电流 这样子流过来的时候 就表示这个电子在里头 这样子跑 电子运动 带电体运动才会产生电流 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个 这个方向的速度 这个就是它的 Drift Velocity 就是它的这个飘移速度 你看 它有一个飘移速度 然后这个地方又有磁场 我不是说 带电子点在磁场里面会受力吗 力等于QV cross B B V 如果正Q的话是这样受力 可是它是电子 负Q 这样子受力 所以它一边跑的话呢 Q 这个V在这里 V 我比错了 QVB是这样子 负电是这样子 往上跑 所以它一边跑啊 它就一边往上移动 最后呢 就移到这个边缘来了 那这边就留了 留下正电荷 正电荷 所以 当它跑的时候 这里会堆积负电 这里堆积正电 那么这个当中会产生 静电厂 静电厂 那么它呢 因为QV cross B V cross B 是非静电厂 等到静电厂 跟非静电厂 大小一样 方向相反的时候呢 这个电子就不再上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里的电荷是一定的 这里的电荷也是一定的 于是它就会产生一个霍尔电压 你看Q FB是QV cross B 负一成这个 那就表示啊 它这里头有一个 非静电厂是这个 非静电厂 那么 这个大小呢 就是VB了 就是VB 方向呢 就是朝Z的方向 复电厂 复电集中在这里 那正电荷就留在下缘 于是啊 这里会产生一个EE 就是静电厂 EE就是V over D V over D 就是等于电厂 因为我们把这个当作是一个 均匀的一个电厂 所以呢 E乘上D就是V嘛 均匀的话 那么一直等到 这个大小 这个大小跟这个大小相等 跟这个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方向相反 因为这应该是等于这个 负的才对 应该是负的才对 好 那么 那么 我们就得 这个 这个 减 V over D等于0 那这个 V呢 就是这个 霍尔电压 就等于B 乘上D 乘上V 霍尔电压 因为B就知道了 这个厚度 我们做的也知道了 然后这个是速度 就是 drift velocity drift velocity 那么现在我们说 这drift velocity 跟current density 有这个关系 我以前说过 这个关系很重要 J向量是等于 sigma nqv向量 然后我们把V用这个带 V用这个带 J over nq 那这个式子呢 就变成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很重要 重要在哪里 就是说它右边呢 的量都是可以测出来的 比如说你用多少电流 那current density是多少 你用多大的磁场 当然我们知道 我要用它 我用多少 我测一测就知道了 然后第一呢 是这个厚度 材料厚度也知道了 V也可以测出来啊 右边都知道 你就可以用来求左边 比如说左边 N是单位体积 多少个载体 就说比如说铜来说 它单位体积 有多少个 可以移动的这个电子 我们不知道啊 但是Q知道 但是Q知道 Q就是电子的质量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用来求N 这种材料 什么材料 这个都知道了 这个值是多少 就可以这个Q也知道 就可以用来求N 就可以知道它 单位体积有多少个载体 以上的这个实验呢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 一般的铜银筋的话 刚刚的图像是上面是负 下面是正 可是它后来又做了一个实验 用其他的一个导体来做 结果它撤出来啊 上面是正下面是负 它吓了一跳 怎么上面是正下面是负 会不会做错了 它重复做了好几次 都是这样子 那就是没错 那为什么有这个现象 那就是说 有的导体 它里面的载体 不见得是负电 不见得是电子 像现在我们就知道 有的半导体 它的载体呢 是带正电 就是一个空洞 就是空穴 就说一个原子 它一个电子跑掉了 那它就是 它这个离子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带正电的东西 所以它就发现了 另外有的导体 它这个导体 它这个导体跟我们一般的导体不一样 那就是 我们现在知道的 半导体就是 它后来发现的那一类的导体了 现在我们看一个 霍尔效应的 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把铜片 铜片呢 我们已经知道它的N是这么多 单位体积有这么多个载体 我们用的磁场 我们用的磁场是两个Tesla 厚度 这个厚度是0.5mm 然后I电流是50个安培 这样的一个装置 我们要问 这两段 这个到这里 它的霍尔电压是多大 那我们就 像这个 试着 许多的公式 我是不太仗在用背的 因为背的往往背不起来 我们就从道理来 你电子这么跑 带电体在磁场里面跑 V cross B 就是相当于一个 非静电厂 等于这么大 V cross B 所以这个 EN是朝下的 E1 EN朝下的话 就是 N的 我看看 V cross B 是电厂朝下 但是它本身 它是什么 是负电 所以它是上寿力 所以负电集中在上面 它的这个 负电集中在上面 于是它就会产生一个 静电厂 对不对 正电 负电 静电厂 静电厂是 Z的方向 大小是V over B V over D 然后这两个相等的时候 就是它平衡了 平衡了 那就有这个式子 然后这个 V呢 我们就可以用 GEN 等于 NEV来带进去 然后就导出这个式子 所以这个式子 你能够背 背几天 背不了几天 但是这个现象呢 我们知道以后啊 可以记得很久啊 你把这些数字都带进去 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电压好小啊 1.49乘10的负五十方 很小很小 我们这个要用所谓的governometer来测 一般的这个 什么电表都撤不出来啊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